新北市去年登革热本土案例创下历年新高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降雨也增加 市长侯友谊防范未然 今天特别来到土城区和当地受过培训的 社区防蚊师以及环保志工一起视察资清房制作业 全面阻绝登革热 也现场宣布从明年开始 每一名环保志工的经费 每年调升成为2100元 弯下腰仔细看水沟盖网能不能有效防吻 新北市长侯友谊顶着大太阳 一一视察地方防止登革热作业 天气越来越热 降雨也增多 都是容易滋生解决的环境 去年新北市登革热本土个案达到107例 创下历年新高 经年侯师府防范未然 严正以待 全面阻绝登革热 新北市从105年开始培训 现在已经有700多名的社区防蚊师 同时结合环保志工 扩大社区巡检防质量呢 特别来谢谢我们的环保志工 同时也来听我们里长们 在登革热泡花期间 如何用防疫意图来防止登革热的在化 我的感谢新北两万多名环保志工 长期无私奉献维护环境 侯市长也现场宣布好消息 环保志工每年的经费 从一千年来调整回来两千一百年 好不好 我们掌声谢谢市长 透过强化高危一点巡检 和清理作业 有效降低登革热发生风险 接下来黄玉财新北市裁判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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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